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为我们的重演准备了剧本 也做了前期的训练 而且也看到了直观的我们会穿成什么样子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次重演的更多的进展 当时是怎么玩的 就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还有就是 你们参加重演的人 他们吃什么东西 是不是又背着炒面啊 是的 要让他们体验 一天的生活 天那么晚 不光是穿那个 而且我们过去有个叫什么 吃一苦饭的 现在没有了 年轻人要让他们吃一顿那个 因为我们这次是总共有两天 上回是一天 这回有两天 所以第一天的话 一苦饭 而且还会有训练 对吧 在未如嚼辣的情况下 真的 你们应该就是咱们讲这个传承 不光是听 听我们去讲一些个理论的东西 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战争重演 重新回到那样的一个历史时刻 生活上让它受受苦 现在孩子们哪有机会受苦 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们就重演见了 祝你们成功 好的 谢谢张老师 至军武大本营的诸位看官 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呢 打开微信 搜索军武大本营 点击关注 即可加入由菊座坐镇 缓缓坐陪的军武大本营 如下福利在这里排队恭候 一 独享的精彩片段 每周面见菊座短短30分钟 岂能过瘾 每期节目播出后 都将在微信公众号 独家放送粉丝专属的精彩内容 菊座的精士庙语 达人们的盖世武功 你都不会错过 二 军武商城优选潮品 微信号里直通的军武商城 库存大量菊座和小伙伴们 优选的奇妙商品 我们有粉丝专享的特价恭候 三 福利多多的线上活动 每周大本营的有奖活动 都将海量派发各种神奇周边 给到大本营里的小伙伴 想倾听更多菊座的肺腑之言 想收看俄罗斯美女 缓缓的日常亮照 想了解还有哪些神奇达人 即将现身 关注军武大本营 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都将第一时间送达消息 即刻关注 还有福利等待大家 军武大本营 邀您一起感受 不一样的军事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